上面有on 表示說有打勾 也就是有的話才會去執行 最後就把結果給輸出 並且是h2 標題2的字形大小 輸出的話 結果就是如我們所願 大概就是這樣 有打勾的 他就會幫我把它顯示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請各位先把這部分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一段程式碼的話 一樣我等一下 好像已經在雲端上 那個如果 其中一個是空的 那就用header的這個方法 把 這個網頁 轉到哪裡呢 我們一樣的location 一樣的那個URL 就是一樣的網址 後面 PHP 1-3 這個 並且傳遞給他 裡面填的東西 那有些是空的 顯示出來的話就類似這樣 就是 只要有 三個都空的 就 123 個文字方塊 必須輸入文字 上面的一個方法 等號後面都沒有東西 如果有一個有 他就是 23 這邊有一個有 一隻類推 那這個地方的 做法怎麼做出來的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第一個 先怎麼樣 接到到底 寫程式的話一樣 我們就起一個段落 就從這邊 到這邊 你按下這個按鈕就可以了 第2的話 用什麼 用get get什麼呢 特別是問號 只要是從 UIL傳遞參數 一定用get get有 N123 所以 丟給誰呢 丟給 X123 這三個 那我怎麼知道說 其中的東西 有哪一些 是沒填東西呢 所以 特別重要 我的開頭一定要是 第 第這個字 有沒有第 第幾個字 那哪些是變數呢 中間這個地方 第幾個 文字方塊必須數 有沒有 中間的地方是 會改變的 所以我的撰寫方法是 開頭的字先寫 串接 一個變數 D 中間空白 如果 這個第一個 是怒我的話 表示裡面空的 那我就串接一個 什麼串接 這個 所以關鍵在這個 這個字串 等於 這個 AND1 有沒有 AND1就有1了 如果 在第二個 特別注意